庆祝一年一度的重阳节花林县客属会瑞税分会 2号举办了重阳敬老客家美食观摩活动 在花林县客属会瑞税分会长于瑞勤的带领之下 逐一的发送重阳节敬老礼金给90岁以上的长者 同时也每人一碗客家汤圆和趣味竞赛的内容 让长者有个愉快又难忘的重阳佳节 庆祝一年一度重阳佳节花林县客属会瑞税分会2号举行 重阳敬老客家美食观摩的活动 在花林县客属会瑞税分会长于瑞勤带领之下 逐一发送重阳节的敬老金给予90岁以上的长者 重阳节不但是要做一个重阳敬老 让我们90岁的我们的爸爸妈妈送一个我们的一个红包 那重阳活动不但是重阳敬老之外 我们办一些什么第一我们客家歌谣的演习 客家舞蹈的演习 现场每位都会有一碗的客家汤圆 并且大会也安排了拨柚子的趣味竞赛 长者们伸手矫健的拨柚子 希望能够拿第一场面非常热络 还有今天我们会一系列的像 客家人做什么 拌人 我们客家的最好吃的就是汤圆的部分 那我们也借重这个机会让长辈来个气味竞赛 让他怎么样 在以往在家很多的长辈都是一个人在家独居老人 可是经过这一次的活动让他们得到很开心 就像刚才一样我们拨文弹比赛 为了感念过去客家长者为社会奉献付出 也为会员以及眷属准备多元族群的表演 让重阳活动充满了浓浓的客家风情 记者高双双热水箱采访报道